伯多禄后书 伯多禄后书第一章 耶稣基督的仆人和宗徒 西满伯多禄 指书给那些 因我们的天主和救主 耶稣基督的正义 与我们分享同样宝贵信德的人 愿恩宠与平安 因认识天主和我们的主耶稣 丰富地赐予你们 因为我们认识了 那借自己的光荣和德能 召叫我们的基督 基督天主信的大能 就将各种关乎生命和前进的恩惠 赏给了我们 并借着自己的光荣和德能 将最大和宝贵的恩许赏给了我们 为使你们借着这些恩许 在逃脱世界上所有败坏的贪欲之后 能成为有份于天主信体的人 正为了这个缘故 你们要全力奋勉 在你们的信仰上还要加毅力 在毅力上加知识 在知识上加节制 在节制上加忍耐 在忍耐上加前进 在前进上加兄弟的友爱 在兄弟的友爱上加爱德 实在 这些德行如果存在你们内 且不断增添 你们绝不至于 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 成为不工作 不结果实的人 因为那没有这些德行的 便是瞎子 是近视眼 忘却了他从前的罪恶 已被清除 为此 弟兄们 你们更要尽心竭力 使你们的蒙照和备选 赖善行而坚定不移 倘若你们这样做 绝不会跌倒 的确 这样你们便更有把握 进入我们的主和救主 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为此 纵然你们已知道这些事 已坚定在所怀有的真理之上 我还是要常提醒你们 我以为 只要我还在这账目内 就有义务 以劝言来鼓励你们 我知道 我的账目快要拆卸了 一如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指示给我的 我要尽心竭力 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 也时常纪念这些事 我们将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大能和来临 宣告给你们 并不是一句虚构的荒诞故事 而是因为我们亲眼见过他的威荣 他实在由天主 接受了尊敬和光荣 因那时 曾有这样的声音 从显赫的光荣中发出来 向他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这来自天上的声音 是我们同他在那座圣山上的时候 亲自听见的 因此 我们认定先知的话 更为确实 对这话 你们当十分留神 就如留神在暗中发光的灯 直到天亮 沉心在你们的心中 升起的时候 最主要的 你们应知道 经上的一切预言 绝不应随私人的解释 因为预言从来不是由人的意愿而发的 而是由天主所派遣的圣人 在圣神推动之下说出来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